今天天起晴朗 万里无云 看一下 哦 看不到 我们今天要去罗斯福湖 这个罗斯福湖呢 就是位于美国亚利桑那州境内最大的湖泊 然后它也是一个水库 它是亚利桑那州境内最大的水库 一百二十卖湖 走下来到这个Boot Ramp 走向湖边去看一看 找一找有没有适合我们下一次来划船的地方 这里往下走就是湖面 其实我们下次可以把车停在这儿 然后装好船从这里下去 看来这湖水还挺干净的 你看这里水里面这个枯枝好漂亮 蓝色的那个 这儿就是罗斯福桥 我们等会可以过去看一看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靠近桥的一侧了 这个就是大名鼎鼎的罗斯福桥 罗斯桥 罗斯桥不是 人家叫罗斯湖桥 罗斯福湖桥 这桥的颜色挺好看的 这是一个淡蓝色 和后面的天空的颜色很像 这里是这个桥建造的一个记录 开始它只有两边 然后把它合起来拼在一起 最后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我们找到了一个地方 是刚刚观景点的下面 这里的视角更好一点 更靠近这个桥 更低一些 在这个桥的左边 其实就在你的身后就是大坝 这就是我们历史课本上面的罗斯福大坝 它用这个来 Lake Tap来测试水位 如果这个莫过水位 就说明上面的水太多了 它就要从这里开始有个管子 然后从这边拍出来 等于是这个坝上面的水位 是一直保持着一个高度 不过它还高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大坝下面已经干了 我们已经进入了这个National Monument 要去看一个类似像古迹一样的 在山上的房子 Cliff应该是什么 悬崖 在悬崖上的一个房子 是以前那些人居住的地方 这山上好多那个仙人掌 我真是不喜欢玩这里 我们已经到这个visitor center 但是它好像已经关门了 我们就附近走一走看吧 这下面就是罗斯福湖 我们还是比较幸运 它还没有关 还能上来看一眼 我们应该从这个trail上去一直走 走在那个岩壁上 那里还有这边是岩壁上的房子 但是现在已经关门了 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用望远镜看一下 我们估计就是那个洞吧 在洞里面是吧 但是我们现在已经不能上去了 所以就只能在这里看一看 我们从刚刚的monument出来 它已经关门了 所以我们就出来看一看 湖 现在是下午4点53分 这个太阳的角度已经比较斜了 照在这个山的上面 还有不同的影子 还挺好看的 哦 现在快日落了 这个湖的颜色好好看 看旁边就是大桥 我们已经回来这边了 看完日落了 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 下次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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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